最近斯藤正在热播 而景田在剧中饰演又美又撒 清醒独立的斯藤 观众都说景田赋予了斯藤生命 而剧中的景田呢 穿着旗袍显得高贵又精致 网友纷纷夸赞太美了 一直是细红人不红的他 出道15年终于分红了 1988年景田出生在陕西西安 母亲是公务员 父亲做点小生意 景田从小就容易生病 为了锻炼身体 母亲送5岁的小景田去学舞蹈 于是他加入了陕西省小天鹅艺术团 后来景田顺利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 开始学习音乐剧转眼 一切看起来呀 都是那么的水到渠成 而更令人羡慕的是 在校期间他就签约了一家影视公司 传闻这个公司是他男友 专门为他开的 只为捧他一个人 传闻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景田的资源从此源源不断 确实是令人起疑 2007年他与张家辉八两军合作 拍摄《狂舌惊魂》 景田自立上浅且毫无演技 导致这部片子上映后呢 平平无奇 景田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于是他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为此呀 他和父母大吵一架 后来景田成为了 北定2007集中的一员 同伴同学有正爽和砍亲子的人 更幸运的是 他还被评上了新一届北影校花 后来他也和很多大咖合作过 但是始终捧不红 2001年他和孙宏雷 吴振宇合作的电影《战国》 为此网友们甚至迷惑 孙宏雷 吴振宇 为什么会给景田做配角呢 面对种种说法 景田在节目中澄清 但唯独没有谈到传闻中的男友 接着呢 景田跟张艺谋合作 电影《长城》 这是一部中美和派的史世界动作片 这部电影上一号呢 票房口碑都一般 还有网友调侃 南亦欢北景田 唱不红的庄星妍 2016年宫廷大剧 大唐荣耀热播 被网友怒赞是大唐农样 时不时登上热搜榜 这次景田演技提升很多 他掩护了大家闺秀 沈珍珠 圈粉无数 在采访中呢 景田否认了之前 关于男友的传闻 直到2017年 张继科和景田传出绯闻 2018年 景田张继科官宣恋情 从此两个人高调宣恋爱 也是很甜蜜的情侣 当大家都期待着文艺委员 和体育委员的结合时 二人却关心结束了 景田用了很久 才走出分手的悲伤 今年5月13号 景田在节目中 谈及了这么多年来 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因为网友一直很好奇 他的家庭背景是否强大 景田表示 刚出道时还很年轻 他当时并不知道 外界所言的资源咖 是什么意思 直到后来才明白 他直言自己一出道 就能演大电影的女一号 同时还跟张艺谋 这样的国际大导演合作 其实并不是因为 他的家庭背景有多强大 而是因为 他当时跟经纪公司签约了 这一切都是公司的安排 他只是按照安排去做而已 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大佬 同时呢 他还表示外界之所以质疑 他是资源咖 是因为他二十几岁 就担任女主角 但是演技不够好 所以才会遭受外界的质疑 他本人呢 表示理解观众的想法 直到今年 他主演的电视剧斯坦播出 他才得到了观众的肯定 彻底爆红 而此时景田已经三十岁了 而且距离出道也已经十五年了 成名之路并不容易 这几年景田的状态越来越好 打破了西红人不红的魔咒 演技也越来越棒 希望他能参演更多更好的剧本 遇到一个和他爱情观一样的人 彼此都为了爱情奋不顾身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